师傅 这里在干什么 练气师大赛吧 你可以看看 掌掌见识 那人是谁 应该是一个从其他地方来的小练气师 父亲 你为何会关注到此人 直觉告诉我 她是一个练气高手 再厉害 哪能有名的女儿我厉害 王小姐说的是啊 幽默中无人的不是 那我去和她赌一局 王小姐好像过来了 不会是来找我的吧 我要和你比练气术 虽然我看起来很优秀 但是这个练气我是真的不会 你脑子坏了吧 我又没和你说 我的脑子里都是你 我不允许你说自己坏 懒得理你 我和你说话呢 待会儿大家会比的 我说我和你比 没兴趣 大赛即将开始 竟然不理我 陪我等着 能在如此年龄炼制五品元气 不愧是女神 他拿大赛第一 完全没有选念 这么久还没炼制出来 真不知道我爹怎么会觉得你厉害 原始人炼制出六品元气 他竟然是六品炼气师 是元凶 我要去找他 不要冲动 你兄弟现在很安全 但是咱们不能轻易暴露 为何 因为打草惊蛇 你的东西就拿不到 好吧 小伙子师从何人 练气术竟然如此高超 龙牙 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听说过 算了 这是商会给你的特别奖励 中品元脉一处 位于商会管辖区 你可以随时去修炼 多谢 你来无相神域是有什么事吗 如今御主已经消失数万年 各大势里蠢蠢欲动 你得多加小心 找两个人 说来听听说不定我可以帮你 找水恨蝶 杀金轮法王 金轮法王 那可是元神级别的强者 我会比他更强 好 志祥 这次商会请我来做主持 我并不是商会的人 需要帮忙就拿着他来王家找我 剩下的是芸汐备和你谈 你我悄悄联手 一定能在无声无息中 称霸无相神域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就行 放心 师父 弟子还是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不能出现 我们要找的东西叫做无相之心 乃是无相神域的至宝 但是随着当年的御主一同消失 他是死了吗 世人都以为他死了 可实际上他根本就还没死 因为在数年前 我感应到了无相之心的波动 师父你为何如此熟悉无相之心 因为那东西 原本不属于这个御主 你好生修炼 咱们等着就行 后人王重阳攻击老祖 不知老祖将名 所为何事 我察觉到有一个熟人 来了神方大略 何人 此人名为元始人 说来惭愧 想当年察觉到世界危机 特意让分身前去 没想到最后竟然全靠这个小辈化解危机 而且最后那恐怖而未知的力量 属实令我惊讶 圣界就是老祖预言中的其他世界 对 我回我的世界了 如果遇见元始人 替我照顾一样 完备遵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